剛剛那個 謝醫師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不能隨便的跑去外面買 買其他藥膏回來擦 會越擦越糟糕 像我曾經聽過一個 一個 這個修指甲的師傅 就介紹人家說 因為灰指甲是 是所有裡面 黴菌裡面 是最難治療 很難很難 然後呢 就推薦 像現在有一個灰指甲的一個藥 其實還滿貴的 就塗抹的 然後他們就說不用 一百塊就可以了 那一百塊的這個灰指甲的藥膏 就非常的強 它會讓你整個指甲變色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想說這個有用嗎 然後那個他說 那電視工庫都是平衡 那個我剛剛講的 這個灰指甲的藥呢 一盒要兩三千塊 這個只要兩百塊 就可以解決一管藥膏 然後後來它使用久了 因為它 我在想 它可能濃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讓他們暫時覺得 還滿有效果的 但後面到底效果怎麼樣 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它濃度很高 很可能會造成蜂窩性組織炎 它可能因為 因為灰指甲也會跟 香港腳會連在一塊 有香港腳的人 跟有灰指甲的人 會是重疊的 你同時有香港腳 同時也有灰指甲 然後會造成你 很刺激的情況 然後會造成你風物性組織炎發作 對 好 所以自己千萬不要去亂用 那當然治療香港腳 蔡醫師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提醒的 我知道它的療程其實 有一定的長度對不對 不要以為好了就斷掉藥了對不對 對 那 基本上這還是跟台灣的氣候有關係 我們的氣候本來就是比較潮濕 比較悶熱 那環境裡面都有這些黴菌 所以基本上 平常日常生活的話 就是盡量保持透氣 涼爽 那治療的部分 是希望可以遵照一族 那達到一個完整的治療程 因為大家會覺得 香港腳好像很容易復發 覺得怎麼感覺好了 又來了 好 是不是它沒有斷根 對 沒有 所以我要舉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這次在澳洲 他們也提到叫Noveal Beauty 就是說所謂的高貴的美女 高貴的美女就是說 它其實它真的是穿著上 它一天就是要非常端莊的 經典的穿衣服的話 所有的衣著是非常不透風的 都要它很密閉的 所以這樣不能這樣穿法 是 他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生活方式 有時候真的要像 這個有時候就是各國的風情不一樣 那在很多傳統式的歐洲的穿法 整個術道都密不透風 當然整大片的黴菌是影響到它 而且用藥越用越重 所以根本原因 剛剛蔡司也提到了 真的在穿著的時候有時候寬鬆 而且是 要透氣 對 透氣 而且台質很重要 要盡量是透氣吸汗眠的 比較重要 好 今天健康問診室 我們來看到是 32歲的陳先生 來自於台北市 他說他有一個疑問想請教醫師是 因為他的老婆每天 每次在變天的時候 都會感冒 所以呢 他自己就想到一個廟房 因為他很懶得去看醫生 他老婆就會說呢 沒關係 喝熱的可樂加檸檬就好了 對 熱可樂加檸檬 這個在美國好流行喔 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是不是在香港也有人是用 可樂加老薑 對 而且要加熱 要加熱 對 而且要加熱 因為據說啦 可樂的原始配方是指殼藥水 所以在美國 你知道我曾經去美國 然後因為美國就醫不方便嘛 然後有一次也是不舒服咳嗽 他們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樣的偏方 就是把直接喝可樂 可樂加熱加檸檬就喝 還的確一點點緩解的效果 好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 這樣一個意思囉 對 生薑當然它有薑辣素 薑茶薑 這個事實上對感冒的時候 是有幫助啦 那這個我們通通叫輔助療法 對 那你剛剛說的可樂 熱可樂加檸檬 對 檸檬當然是維他命C 但是熱可樂就是說 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當然也有人說這個本來 你感冒就是對抗病毒 你要休息多喝水 但它是因為糖分 讓腎痛壓升高 所以最大的不好就是說 如果你有拉肚子的話 反而會刺激腹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感冒還有很多症狀 有的人感冒他還有合併腹瀉 所以你到底是鼻子發炎 咳嗽 還是喉嚨沙亞 還是有發燒 那嚴重發燒當然你大量的水分 所以就是說輕感冒 或是只有一單一兩的症狀 可能有效 但是你那種所謂的流感 或是比較嚴重的感冒的時候 可能這樣只喝這個就不對了 是 因為你大量在流失的時候 包括礦物質 甚至有要補充一些原本 就不太夠 好 所以提供給這個陳仙做參考 那恭喜你可以獲得 由台式文化公司所製證的健康書籍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觀眾朋友你有仔細看嗎 今天的主題 你可以傳真到我們的傳真熱線 或郵寄 回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就有機會把長春月刊帶回家 每週有十個名額 歡迎來告訴我們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拜拜 您現在